有Dame心慌慌慌歌 化作俄罗斯SSO特种部队的战斗力 简直丧心病狂 一支8人小队竟然包围了 拥有400名士兵保护的 叙利亚反对派兵工厂 他们需要用最短时间潜入兵工厂 活捉反对派头目 高科技通讯兵操作无人机 在2000米高空扫描整个兵工厂 确定对方火力和人员配置 4名特种兵按照计划路线 迅速潜入兵工厂 队长带领据一手占领之高点 观察四周情况 这时美国战斗顾问带领一群雇佣兵 出现在大陆上要去协防兵工厂 队长当机立断发射便携式导弹 通飞领头车辆 两名机枪手瞄准车队凤凰输出 阻断雇佣兵前进路线 狙击手瞄准兵工厂连续点射 解决10个火力点 替4名特种兵打通道路 4名特种兵潜藏在兵工厂出口 对方头目刚出现 特种兵迅速出现 干掉头目所有手下 闪现突袭 过肩摔控制头目 掏出黑色麻袋 掏在头目头上 一脚把头目踹翻在地 让头目失去战斗力 设置火力点 压制对方支援士兵 头目想挣扎逃跑 特种兵一拳爆肝 打蒙头目 把头目背在身上 按照撤退路线开始撤退 身后士兵对他们疯狂扫射 结果枪法不咋地 打断了头目的腿 于此时 雇佣兵拿出火箭筒 压制队长等人火力 队长立刻掏出加特林榴弹发射器 一口气打出几十颗榴弹 雇佣兵被打成憨憨 暂时失去冲锋能力 此时四名队友赶到山坡前 队长立刻释放绳索 队友帮负重队友捆上绳索 两个队友建立火力点 掩护负重队友 队长把绳索捆在腰上 双腿用力 把负重队友拉上山坡 成功得到头目后 队长下令撤退 所有队员火力依次掩护 把头目扔进皮卡 无人机标定兵工厂位置 通知给俄罗斯空军基地 空军立刻起飞苏24战斗机 战斗机在空中收拢机 迅速加速来到兵工厂上空 通过坐标扫描 轻松确定兵工厂位置 四颗重磅炸弹从天而降 刺穿兵工厂水泥板 瞬间火防冲天 整个兵工厂被一位平地 几百名士兵当场丧命 从特种小队发动攻击 到苏24投下炸弹 整场战争只用了30分钟 期间只有一名特战队员被击中胸部 子弹被防弹一挡下 丝毫没有受伤 唯独头目一人被自己人打伤 简直惨不忍睹 而整个行动堪称完美 但唯一不足的地方 是美国军事顾问非常熟悉 特种作战 早在苏24到达前 就带着雇佣兵远离了兵工厂 更可怕的是 顾问并没有通知兵工厂里的士兵 因为在顾问眼里 这些人都是炮灰 没有任何价值 俄罗斯基地里 通过对叙利亚反对派头目的审问 俄罗斯军方得到消息 叙利亚反对派手里 有一批火箭炮武器 必须出动战机摧毁武器 不然的话 叙利亚政府军撑不过下轮攻击 但这些武器存放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上 仅距土耳其边境4公里 需要经验充足的飞行员执行任务 这个艰巨任务落在了飞行员奥列格校尉 和领航员科斯加身上 然而两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已经落入了美国军事顾问设置的陷阱里 这是一场猎杀俄罗斯战斗机的局密行动 由美国军事顾问亲自指挥 俄罗斯空军基地里苏24刚起飞 就被美国顾问眼线盯上 眼线迅速拿出卫星电话通知美国顾问 顾问立刻拨通电话 让土耳其起飞一架F16战斗机 更可怕的是 顾问停下行军队伍 指挥叙利亚反对派士兵驾驶火箭弹卡车 前往土耳其边境 此时苏24通过定位迅速确定火箭弹卡车位置 发射两枚空对地导弹 瞬间击毁卡车 完成任务后苏24刚想撤退 土耳其F16战斗机出现 发射空对空导弹 苏24迅速释放干扰弹 躲过一枚导弹 但第二枚导弹呼啸而至 击中苏24维部 战斗机失去控制 飞行员奥利格和科斯加立刻弹射 放弃战斗机 打开降落伞准备着陆 此时美国顾问带领手下 被子弹击中受伤过重 降落时已经牺牲 而领航员科斯加则安全落地 把降落伞藏在树丛里 打开应急背包拿出通讯器 迅速远离降落地点 打开通讯器向基地求援 但他的应急信号被美国顾问截获 顾问立刻带领士兵向科斯加靠拢 开始地毯式搜索 而俄罗斯基地接到求救信号后 立刻起飞两架直升机 营救科斯加 另一边科斯加故意折断树枝 把通讯器扔向路边 往相反方向逃跑 很快美国顾问发现了他的踪迹 顾问毕竟是个老骗子 一眼就识破了科斯加的计谋 沿着科斯加逃跑的方向追了上去 而科斯加也陷入了绝境 面前是个悬崖 后面有追兵 无奈之下他只能躲进岩石下 掏出手枪防身 此时惊险万分 美国顾问带着一群手下 已经来到了悬崖上 正在疯狂搜索他 不出十秒他就会被发现 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和被俘 震荡他不知道该咋办时 机枪手对着美国顾问等人疯狂输出 但美国顾问人太多 无差别攻击直升机 只用一个回合一架直升机重弹 冒起了黑烟 只能选择迫降 士兵迅速建立防线 开始和美国顾问等人对战 战斗中机枪手被打伤 眼看士兵就要被包围 另一架直升机只能落地 带着所有士兵彻离战场 另一边科斯加趁美国顾问攻击直升机 选择跳下悬崖 一阵翻滚后 他虽然暂时远离了追兵 但腿被石头划破受了伤 行动能力下降 他只能躲在石头后面 包扎伤口 他还不知道更可怕的事情 正向他靠近 叙利亚反对派同目要活着他 用他给士兵打气 让士兵不再害怕俄罗斯人 但反对派同目战斗力不行 搜查了一大圈 没找到他 那是气得不行 与此同时 俄罗斯国防部得知战斗机被击落 也开始了行动 发言人立刻召开发布会 向世界媒体说明情况 表示俄罗斯战斗机没有侵犯土耳其领空 这次针对俄罗斯战斗机的袭击 是早有预谋的行动 性质十分恶劣 发布会开完后 俄罗斯总指挥部召开营救行动会议 并找来SSO特种部队司令 司令表示 这件事不能忍 必须教对方做人 但有个最大问题 科斯加的通讯设备丢失 无法定位他的准确位置 只要确定位置 就能迅速出击 轻松救出他 这当特种部队司令发愁时 科斯加拿出了老年机 拨通了一位长官的电话 长官接到电话 立刻通知总指挥部 通过信息定位 轻松确定了他的位置 此时在总指挥部里 所有人眼中露出寒冷沙气 战斗民族的报复 即将疯狂爆发 因为这是俄罗斯最强的一次营救行动 所有军事基地雷达开机 军事卫星全部锁定叙利亚一块土地 SSO特种兵迅速进入作战位置 空军起飞两架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 海军军舰导弹迅速瞄准所有目标 而科斯加作为被营救者 正躺在石头后面 紧张地看着身后的敌人 这时SSO特种兵赶到 一顿轻松点射 干掉30名敌人 突袭到敌人身边 连续捕刀 确定没有活口 迅速占领制高点 甩手扔出手雷 乍飞前来支援了敌人 把敌人切成三段 重机枪扫射 干掉对方 找到科斯加躲藏地点 建立狙击火力点 秒掉敌人狙击手 保护科斯加 顺利坐上撤退汽车 敌人还想驾车追击 空军战斗机赶到 发射导弹 秒掉一半敌人 其余敌人被炸得晕头转向 不知道该咋办 此时武装直升机赶到 加特林机炮凤凰开火 扫碎所有车辆 与此同时 总指挥部通过通讯搜索 轻松确定敌方指挥部位置 军舰发射导弹 一口气摧毁敌方指挥部 整场营救行动 用时25分钟 期间所有兵种完美无缝对接 共歼灭叙利亚反对派 1000人 俘虏300人 俄罗斯方面无一人伤亡 而科斯加在返回基地的路上 给怀孕妻子打了电话 妻子根本不知道 他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因为早有工作人员 来到妻子身边 关闭了妻子身边所有电视 屏蔽了妻子的消息推送 并特意派人带着妻子喝咖啡 转移妻子注意力 三天后 奥列格的遗体 在卫兵护卫下 降落在俄罗斯空军基地里 他的妻子和儿子来到现场 看着他的遗体 妻子没有哭泣 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他 那年他25岁 刚加入苏联空军 但苏联轰然倒塌 军队里乌烟瘴气 他只有两个选择 留在军队或者直接退役 当时很多军人都明白 留在军队毫无前途可言 有些士兵竟然当众起哄 嘲讽那些打算留在军队里的人 他一怒之下 要和对方搏斗 被长官拦下 他十分伤心不明白 为何曾经强大无比的苏联 会轰然倒塌 在公交车上 他不停思索这个问题 一群混混上车 不停骚扰一位漂亮女孩 甚至在嘲笑一名胸前 戴满勋章的二战老兵 在这些混混眼里 混乱是他们最好的生存环境 奥列格的战友看不下去 出面阻止这些混混 不料对方十分凶残 一拳砸在战友脸上 把战友撂倒在地 奥列格站起身 混混头目拿出匕首威胁他 他只能作罢 但混混头目开始淘气 再次开始骚扰漂亮女孩 动作越来越恶劣 此时奥列格已经忍无可忍 迅速出手 一口气打翻所有混混 在女孩崇拜的目光下 走下公交车 再后来奥列格和女孩结婚 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 在奥列格45岁这年 有一家航空公司老板 要雇佣他做飞行员 但老板早已移民美国 利用资本 占据了俄罗斯一家航空公司 而且老板十分嚣张 当面嘲讽他 说他为国效力 只是虚妄 只有挣钱才能掌握话语权 他眼神冰冷 看着老板 拒绝老板的金钱诱惑 因为他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 此时妻子站在他遗体前 回顾着从见面 到他去世的一生 空中飞起一群纸飞机 妻子抬起头 脸上露出微笑 又看到了当年 那个年轻气盛 充满理想的他 全剧中 这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通过镜头 第一次把现代战争的残酷和迅速 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在现代战争面前 不再是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一旦开战 在很短时间内 就能决出胜负 而这部电影的深层意义 十分残酷 充满哲理 如果想要和平 就要时刻准备战争 虽然两者很矛盾 但只有拥有强大战争能力时 真正的和平才会到来 好了 今天电影到就结束了 记得关注评论 点赞收藏 大欢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